派錢我都做立法會議 我曾經很多年了 現在才派 香港人不死 建制派都不會講派錢的 我當日拉布的時候 建制派說我搞壞香港 是不是 沙士的時候 董建華夠死不夠人 由沙士到現在 香港的國民總產制 多了一倍 但是 人工是跟沙士那時差不多 如果計這個通貨文 這個就是整個問題的政見 長話短說 派錢一萬小弟提倡了 我六七年了都不講 浪費時間 撿我口水尾 不過有一樣口水尾是沒有人撿的 就是失業和助金 小弟在二千年 參加立法會並選的時候 就爭取這件事 我都說沒有需要的 疫情危險 會傳染 貧窮都會傳染的 是不是 這個疫情說 全二點三緊密接觸者 一家四口 那個老爸沒事做 傳染三個人 在貧困裏面 不是一個月 可能是三個月 四個月 這一種 令我想起一句說話 做窮人難 在疫情裏面做窮人更加難 口罩貴 有錢的人可以叫飛鴻去排 買窮人 要上局 不會排 所以 林鄭 給錢一點 老闆 去交租 美其明說 給他出糧 是穩困 你要查那條書嗎 如果林鄭說給錢 老闆交租 肯被人罵 現在說美其明 給他出糧 這個是完全穩困 所以 我就認為很簡單 賺到盤滿半滿 我剛才說的 由沙士到現在 多了一倍財產的人 應不應該拿錢出來 抗疫 是要大家一起 沒有錢的人 因為老闆交不到租 要 沒有了份工 你看 就是這樣 這堂 幾大堂 那裏 這班人 是要 有失業援助金的 所以 剛才在聲明裡面說了 社會文聯和工黨都認為 要用三百億去做失業援助金 我 詳情不說 詳情不說 救人 是最重要 不是救市 各位記者 你們炒一條魚 這個給錢 你嗎 救人是最重要 是不是 是不是 怎麼變成舊市 第三 就是老闆行 領匯 領匯 喂 市場機制 喂 阿哥 領匯 知不知道怎麼訂租金 各位 各位記者 他是定期找些人到周圍看 看看你有多少生意額 常步的 要你分 要你分 分你的利潤 譬如你這間店 賺多了十萬 他起租 你起得過癮 現在沒有生意 那時候是不是要減租 是不是 喂 有生意 全國地產商都是這樣 領匯最糟糕 天天照著你的 是不是 老闆 真是真事來的 小弟 就是 喂 你好像 盤數 由十萬變成十五萬 加些租好 是這樣的 地產商都是這樣 不過領匯最糟糕 喂 我想問 你現在 加租容易 減不減租 小弟 是反對他上市的 我告訴你 政府叫不到你減租 相互抗租 我告訴所有的相互聽 加租容易 減租難 大家靠政府不如抗租 政府有責任去領匯減租 令市場發生作用 說完這三件事 就完了 很簡單 有錢人 給多3%的理得稅 就可以救到窮人 就可以做到事 買口罩 但是現在 我再說一次 貧窮是一種瘟疫來的 貧窮的傳業率 是整家人一起的 不用一起吃飯 一保公開 大禍 所以 從我來講 領匯必須減租 設立三百億的 失業援助金 鄉 一個賺得錢多 好像美心集團 這樣 你多3% 你會不會死 會死 你賺那麼多錢 你救一下窮人 講完 有事不給人可恥 做窮人難 溫疫做窮人更難 失業是溫疫 大巴齊齊說話 設立失業活作班 救人先於救市